如果山霄和老虎硬钢 谁会是最终赢家呢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名誉豺狼不碰山霄 可见山霄是一种比豺狼虎豹还要危险的动物 那么 这个比豺狼还要可怕的动物 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当他遇到森林之王老虎 谁能笑到最后呢 山霄之所以被描述为一种比豺狼还可怕的猛兽 一方面是因为他自身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长相 山霄的长相非常特别 是世界上最大的猴克林长类动物 体型高大 四肢发达 臂力是普通人的三倍多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面部特征 山霄的眼睛和鼻子呈现红色 鼻子两端呈现蓝色和白色 下巴到脖梗处都是黄色 留着山羊胡子 作为最大的猴克动物 山霄获得了猴克老大的称号 山霄头部较小 咬合力比不上大型猛兽 但他长达6.1厘米的牙齿 可以轻松刺穿猎物身上的皮肉 锋利的爪子也是他在战斗过程中的主要杀伤性武器 山霄是一种群居动物 每个部落中的个体数量较多 一般能有600只 最大的能有1300只左右 由于部落中个体较多 雄性山霄的性情又非常暴躁 在他的生活区域内几乎很少有动物敢挑战他 在很久以前 人们没有足够的工具能对付山霄 山霄经常袭击山野附近的居民 以小孩为食 即使是狮子见到山霄也会避而远之 到了现代 人类活动越来越频繁 山霄的生活环境也遭到了破坏 数量急剧减少 我们也很少能看到山霄了 人们都说宁遇豺狼不碰山霄 如果遇上的是百兽之王老虎 山霄还能有胜算吗 不同亚种的老虎体型和形态都有很大差异 在所有的亚种中 西伯利亚虎的体型是最大的 雄性的体型普遍比雌性大 虽然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老虎已经足够大了 但是由于食物资源越来越少 如今的老虎体型已经大幅度缩水 野生老虎的体长能达到2.7到3.1米 体重在160到210公斤左右 老虎全身肌肉发达 运动能力十足 在捕食过程中 尖利的爪牙和粗壮的牙齿就是它最有力的武器 老虎的全尺长达7.1公分 爪子能有10公分 这样的利爪足以抓破猎物的身体甚至是心脏 再加上它惊人的掌力 一巴掌能拍出10吨的力量 老虎的攻击力和防御能力都很强 身上的皮毛十分厚实 肌肉发达 除了远在草原上的狮子 应该没有什么动物能对老虎造成致命伤害 在捕猎过程中 老虎会消耗最小的能量来获得最大的收获 遇到猎物的时候 它会找到合适的地点进行埋伏 等到猎物走近之后再进行近距离攻击 突然跃出攻击猎物的背部 用自己的利爪将猎物的背部刺穿 用犬牙咬住它的咽喉处 使其窒息而死 利用这种捕猎方式 老虎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猎物 还能避免猎物在反抗过程中伤到自己 猴科老大遇到百兽之王老虎 它存活下来的几率有多大 谁才是最终赢家呢 综合各个方面的分析 不管怎么看 山霄和老虎都不可能是同一级别的选手 仅仅在体型上 老虎就可以碾压山霄 老虎的体型几乎是山霄的五倍大 不仅如此 山霄的战斗力和作战经验 都和老虎不在一个水平上 但如果你因此认为山霄完全不是老虎的对手 那就大错特错了 几年前 福建的一家动物园内从非洲引进一只野生山霄 它的长相引人注目 很多游客都慕名而来 这只山霄的体型不大 可能有四十多公斤 来到了陌生的环境中 它看起来非常暴躁 在笼子里焦躁不安 甚至从笼子里逃了出去 在动物园中横冲直撞 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次都抓不到这只山霄 在工作人员的追逐下 山霄来到了老虎的活动区域 这里生活着一只纯种的雄性华南虎 正在近视的华南虎 看着这个长相奇怪的家伙进入自己的领地后 非常生气 竖起自己身上的毛发 试图驱赶这只山霄 而山霄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嚣张的动物 跳起来给了老虎一巴掌 老虎彻底被激怒 朝山霄扑过去 咬住山霄的后腿 山霄在挣扎过程中 用前掌划伤了老虎的左眼 就在这时 管理员终于想到了让他们冷静下来的办法 在他们的身上打了麻醉枪 使用水枪将他们隔开 一场恶战下来 山霄失去了一条腿 老虎少了一只眼睛 虽然山霄也对老虎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 但在整个过程中 老虎都处立优势地位 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山霄完全不是老虎的对手 我们都不认为散装 伽为散装 老虎 伽为散装